第四十三集 目送天如镜离开事业范围 厨玉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紧绷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她一下子有些疲惫 懒洋洋地什么都不想 挖了一会儿呆 佑兰问是否要用饭 厨玉才发觉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挥挥手让佑兰退下 她关上被天如镜弹开的 已经有些松动的房门 反身走入卧房 看了一会儿床 随后像没有骨头一样扑了上去 脸绒埋在柔软的雨背之中 眼睛闭着什么都看不见 一片漆黑的寂静中 有一种被全世界遗弃的错觉 她用力地抓住背脚 肩膀微微地颤抖 她很想家 虽然已经很坚决地告诉过自己 一切已经过去 人要向前看 不能沉溺过去 这些天来 她也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积极地为了未来打算着 偶尔想起从前 却并不深思 一笑而过 她以为自己放下了 其实根本没有 过去的二十四年的生活经历 生长的环境 已经烙印进了灵魂的深处 怎么会是那么容易抹杀的 而今天天如镜手环所展示的一切 又一次明确地提醒了她 她不属于这个世界 被浓烈的发自灵魂的孤单所包围 处于身体中的力量 仿佛被瞬间抽空 尽管心中对今后 有着清晰而明确的思路 可是此时却一点都提不起进来 今天与天如镜的交锋 表面上看起来是她赢了 实际上她也占据了优势 可是处于却不能感到欢心 回头收拾战场 她的内心却伤亡惨重 无法抑制的孤独感 让她全身发冷 在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 她找不到归属和依恋 绞尽脑汁地延长性命 也仅仅是为了活下去罢了 室内的光线慢慢地变暗 处于已动不动地趴在床上 身形慢慢地被昏黄掩埋 一直到屋内很暗了 处于才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 肚子咕噜地叫了一声 她不让人来打扰 到了晚饭吃饭的时间 侍女们也不敢敲门 处于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用餐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心了 原想换侍女来 但处于想了想 又决定自己去找食 轻飘飘地走出门去 她一路朝外走 走着走着 却又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不知不觉地乱走了起来 待回过神来时 眼前却是幽静的竹林 她已经身在暮许园之中 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处于摇头苦笑了一下 打算转身离开 余光披肩不远处的青石台 便是荣脂时常靠卧的那块 处于心中一动 忍不住地走了过去 青石台光滑而冰凉 处于伸手摸了摸 没有灰尘 便放心地躺了上去 石台上虽然有点硬 但表面微微下凹 正好与背部的线条 有一些吻合 睡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而那冰凉的感觉也不刺骨 浅浅的凉意如水般温润 难怪她时常瞧见溶脂 靠在这块石头上 夜里的夏风凉而不寒 温而不燥 处于躺下后又不想动弹了 她闭上了眼睛 迷迷糊糊地又睡了一会儿 半睡半醒之间感觉有些异样 厨余张开眼睛却瞧见模糊的夜色 荣指一身白衣 宛若浮冰碎雪一般站在一旁 她凝视着她的眼眸深不见底 带着似笑非笑的意味 厨余确实没有笑 她看了她一会儿 突然开口道 荣指 我很不快活 你不快活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荣指微微一争 对她的问题有一些意外 她仔细地想了想 才微笑道 我也不知笑 不快活便不快活吧 有多少人是能真正快活的呢 不过 我在下棋的时候 心里会说上些 厨余笑了笑 便不再说什么了 荣指并没有在这里站得太久 见厨余没有再说话的意思 笑了一下 转身离去 厨余没有留她 甚至也没有转头 去看她的背影一眼 植衣就静静地躺着 仰面向天 从舒朗的竹枝空隙里 她可以看见木蓝色的天空 星子晶莹而璀璨 可是每一颗 都是十分的寂寞 这些天来 她费心思量步步为营 想穿了 还是她自己没有舌力 没有底气的缘故 倘若她和天如镜的位置换一换 有那个手环光照护体 她只怕哪里都去得 也犯不着管这么多 楚玉的心里幻想了一下 要是她能得到那手环 一切都该会是那么的美好 最起码 假如有人要杀她 她可以凭借光照 防御一切的物理伤害 而手中的历史资料 也可以令她 更好地把握眼下的局面 直接得知将来 谁要篡位 而不是一个人孤独地 慢慢地摸索 但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天如镜对那手腕如此重视 不论冥抢还是暗骗 应该都很难得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在十分清幽的竹林清香里 漂浮着非常诱人的食物香气 厨余皱着眉 想起什么翻身站起 走出林外 便瞧见荣指洗地而坐 面前生着一堆火 火上架着一口锅 香气便是从锅中 沸腾到浓汤中飘出来的 荣指撒了一把 切成丁的蘑菇进汤里 她眼笑隐隐地望着楚玉 眨了眨眼睛 好像在说 就知道这样你会出来 楚玉有一点不愤 想要抬脚离开 可是浓汤的香味 不住地往她鼻子里钻 把饥饿感全部勾了出来 又看见荣指 拿汤勺搅动一下汤 露出锅里 煮得酥烂的肉骨头 她便没出息地挪动脚步 朝荣指走了过去 愿者上钩 上钩就上钩吧 民以食为天 输给天 并不是什么太丢人的事 荣指准备了两个碗 拿起其中的一个盛了一些汤 还特地咬出了一大块肉 放入了碗中 随后 将碗递给了楚玉 她没有说话 只是一直笑着 楚玉原本有些郁闷 可过后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结果晚到 多谢了 夏夜里喝肉汤 喝完后便出了一声的汗 虽然身上有些难受 可是充实起来的胃部 格外的满足 楚玉垂目凝视着空碗半嗓 忽而抬眼又望向荣指 多谢 前一个多谢是蟹肉汤 后一个多谢则是荣指 面前的火堆烧得很旺 热气熏着身体 可楚玉不想离开 与方才入口的肉汤一样 这样真实而温暖的烟火器 让她觉得突然间觉得很安稳 今天下午所有的不开心 都慢慢地化作烟尘散去了 她其实是一个很世俗 很寻常的人 会做错事 会为了一些事耿耿于怀 会思念 会沮丧 可是她愉快起来 也十分地简单 比如只需一碗温暖的肉汤 就能够驱散孤独的寒冷 身体是热的 心中也逐渐地温暖了起来 没有家 没有关系 她自己建了一个家 没有亲人也没有关系 她可以在这里找到关心的人 慢慢来 总会好的 荣芝 放下碗 除玉清换道 叫出名字 她突然就不说话了 荣芝放下碗 挪动身体坐了过来 她的手按在她的手背上 火光之中 她的眼眸依然如雪般轻烈 带着温柔的笑意 我不会离开 她的话说得眉头眉尾 楚玉却知道她在定她的心 可依然忍不住地问 假如 十分危险呢 手掌传来 光滑温润的触感 楚玉有些不自在 想要抽出来 荣芝微微一笑 拉起了她的手 一根一根地合拢起 她鲜长的手指 最后慢慢地握住 也不会 她温暖的掌心 贴着她的指腹 肌肤摩缩着肌肤 她的指尖修剪得很整齐 力量不大 却很稳 声音宛如誓言一般 夜风温凉 仿佛沉静的春水 出于情不自禁地张大了眼 心跳好似雷鼓 是那么的急促 玄安 我没来的这些日子 陛下都做了些什么呢 缓慢地在宫中躲着步 楚一边走一边问身旁的玄安 玄安是贴身服侍刘子叶的太监 也时常被派过来给楚玉领路 其实来往宫中这么多次 该记住的路线 楚玉早已鸣刻在心 现在玄安的作用 与其说是领路 倒不如说是 用来摆摆架子 兼说话解闷了 借着带路的机会 楚玉给过玄安几次好处 一来二去 这时去的小太监 也颇为心神领会 不需要楚玉多问 便垂着眉眼 将刘子叶的一言一行 挑重点汇报 自从他开始说故事后 刘子叶比以前老实了不少 不再动不动发怒 把身边的人打得头破血流 也再也没有 拿朝中看不顺的大臣们下刀 这些天 还偶尔会想什么想得出神 时而发出笑声 令周围的工人有一些惊惧 不晓得他又在准备玩什么花样 楚玉听了 却忍不住心中一喜 心道 也许他说的故事 起了作用呢 让刘子叶开始学会了思考 假如真的是这样 那么他这些天来 辛苦入宫累得半死 也就没有白费 见了刘子叶后 后者便让左右退下 楚玉正带关门说故事 却见刘子叶摆了摆手 一脸神秘兴奋的笑意 阿姐 我思量了许久 我们今天去微服私房好不好 楚玉先是一刹 瞧见刘子叶的面上 跃跃欲试的神情 随即了然 他的故事 固然是对刘子叶产生了影响 却不是他所期望的那个方面 刘子叶正是好玩好动的年岁 又没有什么人管束 听了他的故事 倒是没有怎么想去做明君 反而想着微服私房去玩了 楚玉在心里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策略 想一想 其实目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要是真给小皇帝说什么 比较严肃的连续剧 他只怕是没有心情听下去 眼下刘子叶虽然是好玩一些 但是稍稍地收敛了残暴的性格 也算是不错的成果 眼下刘子叶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出于知道他的这个念头已动 便很难劝阻 问他的意见 只不过是想要一个复合罢了 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扫了他的信 他顺着他的意思笑着说 嗯 好啊 要是遇到什么刁民作乱 我们也便顺手平了去 陛下可不比那个康熙帝差呢 说完他一阵反胃 这吹捧也太昧着良心了 然而刘子叶却很是受用 欢喜地叫了一声 便要换人进来 让他们去准备出行的车马 诶 这么大张旗鼓便不叫微服出巡了 好歹劝说刘子叶换了长服 出于也借了刘子叶一套衣衫换上 他的身材在女子中尚算高挑 刘子叶呢 也还是一个完全没有长大的少年 他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 虽然有些过于宽大 倒也不算过分 两个人换好了衣服 便一路朝宫外走去 路上虽然也有侍卫桥见 上前询问陛下要去往何处 刘子叶只是将眼睛眯起来 阴狠的一瞪 那人便涉于淫威 不敢再问 更别说阻拦了 就这样 两个人一直顺当的走到了皇宫的出口 才遇到了真正的阻力 站在宫门前的老者 和两人一样穿着便服 甚至不够滑贵 可是这身寻常的衣裳 穿在他的身上 却是无比的威势 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满头的白发 脸上也有深刻的皱纹 可是他的目光 却好似锋利的宝剑 直直地朝他们刺了过来 这个人便是上次宵禁之时 曾与刘子叶有过一面之缘的 南朝大将沈庆之 虽然已经年近八十 可是他依旧在朝中担任着官职 是南朝的一尊屹立不倒的守护神 楚玉只觉得心中一震 忍不住在这逼人的目光之下 停下了脚步 只觉得那目光 好似要刺穿他的身体 他对沈庆之虽然有一些畏惧 然而却不反感 甚至的对这戎马一生的老人 有一些敬意 武力是政权的保障 若非沈庆之 当年力保刘子叶的父亲继位 并平定叛乱 哪里来的今日刘子叶的皇位呢 刘子叶虽然任性暴躁 可以在这位老人的目光下 有些不自在 跟着楚玉停了下来 沈庆之看了楚玉一眼 便不再理会 他望着刘子叶先行了一礼 才沉声问道 陛下要前往何处 刘子叶迟疑了一下 想起了自己好歹是皇帝 根本不需要害怕什么 才听起凶朗声道 朕要出宫去走走 你可是要阻拦 臣自然不敢 但陛下乃是一国之君 还得股权极深 出宫怎能不带侍卫 楚玉朝他身后一看 见门外一片士兵 便知道 在他们走到宫门前的 这段时间内 有人告诉了沈庆之这事 而后者便赶来 阻拦皇帝 私自为父出游 沈庆之作为朝堂重臣 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刘子叶就算对他不满 看在他以前的功绩的份上 也不能说啥就啥 反而这旺盛的性质 却被粗暴的打断 还没说出个反对的道理来 刘子叶还是气得脸颊发红 眼神一扫方才的开朗 变得阴厉起来 刘子叶不爽了 楚玉却是不安了 看小皇帝的眼神 看似有点不对劲 连忙打圆场道 啊啊 沈大人说的对呀 陛下是万金之躯 怎能如此的轻易抛头露面呢 听到这番话 沈庆之又朝他看了一眼 这回的目光 多了一些探寻的深意 他悄悄地在袖子下 拉住刘子叶的手 示意他稍安勿躁 在对沈庆之道了一声邂逅 便往回走 过了一会儿 刘子叶突然用力地 甩开了他的手 焦躁地叫道 阿姐 连你也帮着那老皮肤 楚玉回头看了看他 已经看不见沈庆之身影了 才转头温言道 沈大人好歹也是国家重臣 你也要给他几分面子 难道还要在宫门口 与他冲突不成吗 那样 岂不是让别人看了笑话去 真要冲突起来 他对身为皇帝的刘子叶 反而没有什么信心 见刘子叶的神情更加阴郁 楚玉叹了口气 安慰道 唉 陛下 我们犯不着跟一个老顽固较劲 他不是不让你为父出宫吗 那么你明日便先一驾到我的公主府 我们再换身衣服出去 我就不信他能管到我公主府的门口来 听楚玉这么说了 刘子叶才总算有些松口 经过这么一闹 两人一个无心说故事 一个无心听故事 楚玉便提早地离开 再回到公门 却意外地瞧见 沈庆之还没有走 门外的侍卫已经撤去了 他却还留在这里 看样子 竟然像是在等他 既然来了便躲不了了 楚玉的心中有一些不安 可是还是迎了上去 面上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沈大人可是在等本公主吗 被沈庆之森严的目光所笼罩 楚玉觉得很是不好受 然而却不能表露出来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宫门外 他的马车就停在附近 月杰飞靠在马车边也望着这边的情形 他双手抱紧 身躯微微地紧绷 见楚玉投来目光 他便朝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放心 沈庆之缓缓地说 我听说长公主殿下很会说故事 近来一直说给陛下听 属老臣失礼 这样的故事公主还是少说一些为好 这是公主的作品 的故事公主 几天